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时事平台 来到2022年了 不知道大家对于未来有什么的园境呢 在香港刚刚过去的立法会选举 经过完善制度之后 90名新議員就已經塵埃落定 但奈何地區直選的投票率僅僅超過三成創下歷史新低 而我們身處在內的五眼聯盟 亦都對選舉的民主制度受到侵蝕表達了嚴正關注 然而港府堂新華社就均說這次的選舉是五光十色 究竟上次誰非 而我們身為加拿大人又應該怎樣去看這個選舉結果 節目中和大家一起聊聊 但在討論之前先介紹我們今晚兩位嘉賓 以視像的認識來到平台當中 分別有時事評論員陳森田先生 以及何錦昇先生 歡迎兩位 如果觀眾想參與我們每個星期的時事熱話 又或者有甚麼想法不吐不快的話 你都不妨可以去到我們本台的網站 3w.fairchildtv.com 點擊時事平台的橫牙 裡面就可以留言給我們 又或者可以去到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搜尋chatting platform都可以 事不宜遲馬上進入我們今天討論的範圍 不如先和何錦昇談 我們知道今次選舉其中一個 重要的新聞焦點 就是地區直選的投票率是相當低的 闖下了紀錄 特別是跟之前一次的區議會選舉比的話 可以說是撐了好幾個馬位 但對於投票率低來說 你自己又怎樣看呢 是否真的有如傳媒報道當中 一面是負面或者是正面呢 整個選舉總共有90個席位 然後是由三個不同的界別選出來的 有地區界的選舉 然後是有功能界別的 還有選舉會的界別 分別是三個不同的界別選出來的 那地區剛才說了 地區直選出來的投票率是得30.2 然後功能界別的 32.22是多了一點點 那選舉會界別的就有98.48 那如果我們要批評 地區直選的投票率是很低的 只有30.2 但它佔的只不過是20席而已 那在90席之中就總共是20席 那另外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在這個選舉之前 也都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就是要求不投票 或者投白票 那在一個這樣的環境之下 我覺得有部份人可以說是針對了這個選舉的制度 而希望杯葛它 部份杯葛它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有30.2的百分比呢 我覺得都不算是太差的 還有我覺得選舉其實是一個步驟 我們不要當選舉作為一個最終的目的 民主就並不是只是選舉這麼簡單 而選舉其實這個步驟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選出一幫人呢 是說能夠有效地管治那個社區 那所以其實我們言之過早了 我們真的要看一下加選出來這幫人呢 接下來這一年呢 是不是真的可以在這個立法局裡面做到事 如果能夠做到事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選舉制度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發覺仍然是做不到事的 好像以前那樣的話呢 我覺得是一個失敗 陳生田你又怎樣看呢 對於投票率低來說 那個責任應該是 如果用回我們說西方主流傳媒的價值來講 是說是選民的責任出來投票 還是還是都可以是斟酌於制度的問題 其實呢我們講一個立法會呢 我覺得有兩部份的 第一部份就是剛才阿Kenny所說的 就是說選了出來的人 到底他最後那個立法的能力 或者他管治的能力有多好 那這個是一部份 但是其實呢 一個選舉它本身都有一個價值的 價值就是說呢 我們希望社會裡面呢 就是有些人是可以有一個投票權 亦都可以有一個被選權 那我想這次呢 這個立法會的新改制之下呢 有三個主要的改變 第一個就是剛才阿Kleman你也講到了 就是那個直選的議席 由35下跌到20 那還要現在是說的是90個席裏面 只剩下20個席 那另一方面呢 我們也都見到呢 就是能夠被選這件事呢 現在都是有資格審查的 是困難了很多的 那再加上呢 其實還有一個界別 就是那個選委會呢 也都給人的感覺就是說 其實都是好像不是說 就是很大部分的選民可以參與到的 那我想在這樣的背景底下呢 就會有很多的人覺得 這個新的遊戲規則呢 他們是可能不是說太認同的 那就反映了在那個投票率低那裏 但我們知道 好像我們這個星期 這個全國僑聯的副主席 盧文遂先生就說 中央認定了投票率低的主要原因 是外部勢力干預 那對於這一番的講話 你又怎樣看呢 Wallace 首先現在他新的選舉條例 基本上公開叫人投白票 其實都是犯法的 所以我就不太明白 盧先生他到底是說怎樣干預 外部勢力 因為如果你有外部勢力的人 在香港裏面去灰人投白票 其實都是可以觸犯法律 其實都已經有人這樣被拘捕了 那我覺得其實任何的指控 都需要有比較真憑實據 如果純粹是一個概念 有外面的勢力去干預 畢竟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 其實是有不同的人 甚至是香港以外的人 會對香港的選舉關心 而提出意見 我覺得這個未必可以叫做干預 當然對於今次的這個選舉的結果 亦都有很多不同的人士出來 給了很多不同的意見 我們只要例如資深大狀 湯家驊提到 傳統民主派在今次的選舉當中可以自暴自棄 當然如果純粹以一個數字上去反映的話 我們在說傳統的民主黨、公民黨 或者所謂的本土派等等 的確在這個90個議席裏面 的確是一個都見不到的 Kennefer 你又會怎樣看湯家驊的這番說話呢 是否真的可以將這次的責任 或者部份的責任去歸咎於民主派 傳統上來講他們不去主動參與呢 湯家驊作為民主思路的召集人 他的民主思路裡面有兩個人是參選的 很不幸兩個都敗落了 當然是對湯家驊來說是一個失望來的 所以他提出這一點呢 傳統民主派的自暴自棄呢 我相信也都是有感而發 那現在其實就30.2 這個地區直選的投票率呢 大約就是有135萬的選票投了出去的 而一般認為就是建制派呢 他本身的力量就可能可以動員到120萬票的 換句話呢 120萬票裡面 如果這135萬票有120萬票呢 是這個建制派的話呢 那正如那些大約10萬票左右呢 就是這個非建制派的 那如果非建制派只有10萬票呢 那確實就真的出現了一個情況 就是他們不肯出來投票 那他們不肯出來投票的時候 就是對於民主來講 我覺得反而是一個可以說是一個阻力來的 因為似乎就是 這些人士他對於民主的那個進程 或者民主的定義都不是說太清楚 因為選舉你同意不同意 在一個制度之下 如果你是要完成這個 你所謂推動民主的話呢 你更加就要在這個制度之下呢 發揮你的民主就是會不會出來投票 但如果你完全不出來投票的話呢 第一來說你對那個政制來說是沒有任何的幫助的 而反過來呢就反而令到民主的進程是停在那裡 那我覺得似乎就是湯家驊可能是指著這件事呢 就說你們自暴自棄都不爭取民主 而是可以說放棄了 陳森田 你的看法 我想我會這樣看 其實剛才都講到一個選舉有兩方面 就是人的投票權和被選權 我相信現在如果有部份的人士 他不想出來投票 就是他覺得他想選的候選人 可能根本都沒有辦法入閘 我覺得其實都沒有需要說太過怪責 那些人出不出來投票 講到尾 每一個人出來投票也好 或者他投誰也好 是他個人的選擇 那當然湯家驊可以有他的一種看法 但我個人來說 我就不太喜歡把一些人出不出來投票 就說怎樣才好一些 或者去指責某些人 我覺得去到最後 我們都要尊重選民他想怎樣做 我相信今次這個選舉的結果 今次新的議會的組成 就是90個議員的時候 究竟是所謂叫做清一色 還是五光十色 都是傳媒和大眾討論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我們知道 其實在這90席當中 當中有89席 都可以說是屬於建制派的囊中物 唯獨是最後剩下的一席 視乎你觀點的角度 由社福界的迪志遠 拿到最後一席的時候 究竟這個新的議會組成 迪志遠裡面 你會覺得可以發揮到一個什麼角色 或者什麼的功效呢 Wallace 首先這樣說 我覺得我們很難說很簡單 說他到底是清一色還是五光十色 因為如果你純粹過去那種光譜去看 建制派和泛民 的確泛民大部分的議員都沒有辦法入閘 但是你說現在這些所有的人 他們都是清一色 就是說他們的背景 他們的看法都是完全一樣呢 其實都未必的 所以我覺得 又不是說去到另一個極端 就是說所有人選出來都是賭武 一模一樣 只要你說迪志遠 我想迪志遠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 如果你問很多傳統泛民的人 他們都會覺得迪志遠 可能都未必屬於泛民的定義 但是當然迪志遠來說 也不能叫他建制 我相信這個就是現在 我們也要用另一個角度去看 新一個遊戲規則 就不要作用傳統的所謂泛民和建制 而是去看看到底現在現有的議員 他們的背景是怎樣 嘗試用一個新的角度去瞭解這種的 新的議會 何錦昇你的看法 我相信五光十色 當然就是有人提出來的他的口號 包括夏寶龍和譚慧珠都提過 他們說有商界、學界、專業界 然後也有基層勞工 有中小企的經營者、職員 也有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講普通話的港丁 也有台灣出生的人 中國籍的所謂的老外 也有 所以就說有很多代表 我覺得這個也都是 我覺得少少言之過早 因為剛才所說的 選舉其實只不過是一個步驟 步驟是用來選出一幫人 在立法會裡能夠真的做到一些管治的工作 真的能夠立法的工作 至於這幫人是否真的能夠代表到香港人 我們接下來這一年就真的要去看 而不是現在 所以說轉舉過程就完了 但是現在是他們表現的時候 究竟選舉這個整個過程 是不是完善制度 或者這次選舉是否成功 就要看就是說 選出這幫人接下來這一年 是不是好像以前那樣 可以說凡事都阻礙著的 為爭拗而爭拗的 拉布什麼都做不到的時候 會不會是這樣的情形呢 還是真的能夠做到一些事情 是有效地推高了香港的民生呢 我覺得才可以決定 究竟是五光十色 至於是清一色那些 我變成沒有必要 即不是重要點 好了 談到這裡的時候 休息一會 下一節回來我們再繼續討論 各位歡迎回來時事平台 今晚的節目當中 我們依然有陳森田先生 和何錦昇先生 和我們談談近日香港 經完善選舉制度之後的立法會選舉結果 何錦昇 上一節我們都談過 關於現時的香港立法會 究竟情況是否真的有如 所謂的五光十色 當然要視乎觀點與角度和政治立場出發 但是在討論這件事當中 我們知道譚為珠也提過 其實今次的選舉 非建制的人士可以入閘參選 已經達到了五光十色的形容的境界 例如今次民主思路等等 所謂的走中間路線 或者所謂的走非建制路線的黨派 都能夠在這個新的選舉制度裡 叫做經過審查入閘的話 其實是否已經叫做制度 已經在某程度上被完善了 我自己覺得 一個民主進程是需要時間的 舉一個比例 譬如中國在一百多年前 可以說蒙獸國恥 大概可以說被侵略得很慘 也可以說被壓制得很慘 全國家可以變成一窮二白 那在那個過程 直到現在 比較近代 其實中國是做了很多事情 也都做錯了很多事情 就令到整個過程 可以說掙扎了一輪 直到現在中國可以站起來 也可以說成為第二個世界的經濟強國 需要一段時間 現在香港的民主進程 我覺得也是同樣的情形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在2019年開始的時候 黑暴可以說 我覺得是一個民主的倒退 就令到一些人 就是說 如果真的是在立法局裡面 做事的人 他們根本什麼都做不到 是非常之 可以說是浪費時間的 還有也都在香港 一般來說 講政治的話 如果不合聽的話 隨時也都有人身被攻擊的危險 所以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來講 可以說是需要一段時間 希望建立香港人對於民主的認識 所以如果未曾有這個民主的認識 就可以說很難 真的有所謂一個完善的選舉的制度 所以譚慧珠說 他非建制派已經入閘的時候 其實現在已經講到 差不多是很低很低的一個層面 其實是有一幫人篩選出去的 那些人不能入閘 大家能入閘 正如剛才所說的 有商界、學界、專業界 有勞工人士、台灣人、外籍人士 就覺得五光十色 我覺得從這個角度看 就似乎是 但我覺得是非常低層次的一個比較 其實比較重要的是 真的選出來的人 能不能代表到香港人各階層 他們本身的需要 而令到立法方面 有效地幫到他們的民生 這個就真的要時間才可以證明 陳生田你又怎樣看 按照《投迷珠》這個說法 非建制都可以入閘 但實際上 所有入閘的非建制人士 在地區直選都全數落敗 其實入閘 但最後選不到的時候 又能否達到 他所描述的五光十色的光景 有這樣說 你說被不同的人入閘 但也沒有包含不同的人可以選出來 因為其實今次 我們回到剛才也說過 因為很多選民 可能對於今次新的遊戲規則 他都會有一定的保留 所以變成一些過去 譬如你說 非建制派的人士 其實他們都幾困難的 在直選當中 他們又不能夠得到 建制派的選民的祝福 但是 傳統上 非建制派 甚至可以說 泛民的選民 又未必出來投票支持他們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 未必是完全 是 主辦今次選舉的 一個 故意要做出來的結果 但是 因為 環境發生了 尤其是 投票率這麼低 這麼少 一些非建制派的選民出來投票 所以結果 又會令到 非建制派 幾乎全軍覆沒 我們某程度上 選舉已經結束 可能再討論 當初選舉的過程 都沒什麼意思 但是我們如果面對著 我們目前的 所謂的新的制度 這90名新的議員 對於未來的議會 你會期待有什麼光景 或者畫面會是怎樣 我們粗略地估計 我們說 以往那些所謂的 霸佔議事台 拉布 扔招等等的行為 相信可能 都未必會再有機會重現 但是 又會不會怕 以後是變成一個所謂的橡皮圖章 一言堂 或者很難再期待一些高質素的辯論 在香港的議會裡面 可以再發生 我覺得很視乎什麼的議題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香港 它的發展 越來越和中國內地 是有很大的相構 我相信有些發展 尤其是涉及到 例如說 可能和大灣區那些 可能當政府推出這些議案的時候 其實我相信 新的立法會 都不會有太大的阻力 但是 你說是不是 完全所有事情都隱形堂 我想 如果有些比較本地的議案 甚至討論空間是比較大的 不是涉及到國家政策那些 我相信 都仍然有一定的空間可以討論 這個是我估計 何錦昇你的看法 香港就沒有所謂的外交 因為周圍一個地方政府 它不需要搞外交 外交始終都是由中央去搞 但是香港所謂的外交 其實就和周邊的 可以說那個勢力 或者說周邊的管治 就是和它接軌的 換句話 其實它需要和香港接軌 和澳門接軌 比如說外國美國 其他有商貿的地方去接軌 這方面就是 如果能夠做得好的話 就能夠是令到香港的民生 就有所改善 如果做得不好的話 就肯定會影響 尤其是最重要的當然 我們很多東西都是靠 中國是輸入過來的 無論是食也好 水也好 還有建設 投資 可以說就業的機會 其實在中國是很多的 所以如果現在香港的政府 能夠有效地和香港 使得香港和中國接軌 接得好的話 我覺得對於民生 是有所幫助的 這件事就要視乎 在立法庫會裡面 現在現時來說 究竟是 那些人真的能夠為香港人生做事 一定是為 正所謂像橡皮圖章你說的 覺得是上面怎麼說 或者到處怎麼說 如果香港就照樣吸引 那這件事就真的要留意了 那一個很直接的例子 就是譬如香港家 有時候通關 就搞來搞去都搞到 可以說 可以說 都沒有搞到 而澳門就已經搞通了 那搞通通關 究竟對香港的人 是有福還是沒有福 是對他們有幫助還是沒有幫助呢 我覺得立法會 所以在這方面 其實有一件事可以反省 韓錦昇 想再問一件事 就是對於這個新的90人的團隊 你會否期待有什麼新的突破 例如我們以前來說 例如你說說23條 其實自從葉劉做完 保安局局長之後 都沒有人敢提 政改更加是天一般難的一個政治議題 但面對著這個新的議會底下 會不會可以重提這些 以前通過不了的法案出來呢 是 我很希望 其實這個新的團隊 希望能夠真的可以發揮了 所謂的一個民主政制下面 應該要做的事情 而之前我覺得 反而反而反而 在所謂由佔中開始的 反而一去到暴力的話 簡直是把民主就握殺了 我希望 第一就是希望它能夠真的有效地 做出一些管治的工作 令到我們這個所謂民主的制度 能夠得以發揮 第二呢 也都可以再進一步 就是說 譬如說 可以說 雙普選 在這方面 再進一步 可不可以進行一些 也都要得到中國的 中央的信任 才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另外呢 就基本法的23條立法 我相信 都是需要 期望它們可以做得到的 因為現在雖然有國安法 但是國安法和23條 其實都還有很大的分別 只不過 國安法做了部分的工作 但是 其實基本法23條 還有很多地方要做 才能夠完成了 可以說 這個根據基本法 所需要的指定 其實 我們已經遲了很多 香港已經遲了很多 其實應該在這方面做 那我就期望 這一新一屆立法會 可以做到這些 時間呢 不是剩下很多 但是Wallace 最後一條問題 我們知道 包括本國在內的五眼聯盟 對於今次香港選舉 結果也有發聲 但是 所謂的發聲 其實最後 是不是源於一個 只是發聲的境界呢 也都不會期待 有什麼實質的舉動出來 我想 包括我們加拿大在內 其實我們都很著重 選舉權的問題 剛才所說的就是被選權 以及投票權 我想這次 對於新的遊戲規則下 即直選議席的減少 又或者要通過一些 資格的審查 才可以入到集被選 這些都是會令到 包括你國家在內 都是會有一定的 想問一下 為什麼會是這樣 但是 我想實情就是 無論其他國家怎麼說 這個始終 現實就是 香港的選舉制度 其實都是不會 我看不出會有其他國家 是可以改變的 我覺得這個新的制度 喜歡與否就是這樣 看來新一屆的議會 會可以做到什麼工作 大家都只能夠拭目以待 好了 我們今集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 多謝兩位嘉賓 我們下星期再會 如果支持我們 我們下星期會 見到年輕人